国标舞坚持十年 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清华国标队的一个学长 说过学习是学习 工作是工作 舞蹈是生活 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 还都挺容易迷茫的 但是加入国标队呢 让我在自己的班级之外 拥有另外一个 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目标的集体 比如大家会一起排练 准备节目 一起到外地比赛 或者表演等等 即使现在毕业了 我们还是会常常见面 也会一起出去旅行 有这样一种爱好呢 还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制度 就比如说 我博士刚去美国教话的时候 就特别难啊 当时马上就要坚持不下去 那种感觉 突然找到地方上舞蹈课了 才觉得生活还是美好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我通过这个爱好 看到了更多 更广阔的世界 包括因为训练和比赛的原因 接触到了一些 国内外最一线的选手啊 老师们 然后也包括能有机会 去到英国黑池 帮国家队的队员们做翻译 然后包括到太平伦拍摄 然后给苏慧桥当舞蹈提升 这些都是人生很宝贵的经历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物 并且一直坚持